香港木工 大家覺得香港木工是一件事的時候 香港木工就是香港木工 即是你不收木工的話 你不會有其他項目 之後發生到 七百萬種生活 我的生活是挑戰過百種損接 我的生活就是做一個解決問題的人 人在香港,要遇上和堅持做喜歡做的事其實都挺難 近年,香港多了很多目工慶祭班 拍拖的去,打卡的去,拍綜藝節目的都去 阿Ken六年前都是這樣,不過他沉了船 認真到想著做一輩 而那種認真就是你會拿詞,洗完所有積蓄 二十多歲的人只剩幾千元,你都寧願去學目工 但是我做目工的第一年是沒有一萬元一個月的 但是全職做的,有一點點沒面子 就是你女朋友學歷比你,人工也比你高 但是她不介意,那我還介意些甚麼 就是這條片搞得我猛地找筍節的東西 古人在七千年前已經用筍節建屋 木條互相制衡,可以抵抗若干強度的地震 還發展出不同的款式 阿Ken除了出去學外 還研究了過百種不同款式的筍節 這個來自上千年前 日本飛駝工藝的千尿格 本來是用來做人那麼高的窗 他給了我們一個只有八條木的mini版 我們試 M加油,M加油 你們就先去老醒門了 我們的攝影師還是搞不定 還是讓阿Ken出手吧 對阿Ken出手 玩過就會越來越感覺到她那種甜蜜 剛剛我們試玩已經是想怎樣做的 被你們發佬一百倍 做的時候會經常咬斷了木條 然後後來做到那一刻 你真的會不停跑 真的會很開心 木捲門是十個看十個都覺得很漂亮的 因為這件東西越來越少地方出 因為它的工序比起其他傢俬多 這個筍是整個人的名字 日本傢俬、北歐傢俬 你一定拍得出大概是怎樣的 但是香港傢俬有什麼特徵呢 又好像沒人知道 大部分人對大排檔檯的拍子物 就是一塊大圓板 然後下面是鐵腳 但是那個再上一袋 就是Lady Lock 新宿檯 不用的時候就可能是這邊收 然後這樣拍起來 它就可以容易拿起 然後椅子就可以插中間 很多人一看就會想起 就是以前紅A年代那種膠椅 我這張紅A椅二千多元 一張膠的紅A椅四十多元 但是為什麼人們會覺得是兩塊 就是因為我做這條線做得很銳利 而我染這隻色 是染到它沒有滲滲 而我就是為了這條線 我試了很多次 現在你看外面大部分的腳 都是一個方形的腳 或者是彎的 你有時機可以見過L的腳 你就是為了這隻腳 我就是為了這隻腳 我覺得是一種回憶 以前經常坐這張椅子 然後坐在看電視 然後這張就是出街 任何茶餐廳都會經常見到的膠椅 所以都有想試一下 會不會做到一個 用木做膠的產品的感覺 二千多元買了一張紅A椅子 又沒有人買的 買得出我當然會開心 但買不出我不會覺得傷心 我也有想保持一點尊嚴 我是為了大家覺得我做到一張漂亮的椅子 有個不知道是不是笑話 香港做裝修 你會說 哇好穩啊 但講木工呢 好悶啊 或者都是老師傅和夕陽一樣 大眾很喜歡看台灣片 日本片和歐美片 但為何他們不看香港片 就是因為首先香港沒有片看 因為其實木工呢 是好像運動奧林匹克那樣 有世界技能大賽的 而台灣呢 是有訓練國手去比賽 這裡木工Studio的所有木工台 都是學校拆木工室的時候 免費拿回來的 都沒有支持 沒有支持怎樣拿第一 我已經做了不止十次的項目 當那個學生去到第三年 我真的很有興趣 那怎麼辦 那工作人員就會說 不好意思 我們的項目完了 我找過很多老師傅 有很多就是 要不就身體不方便 要不就已經是所有東西丟掉了 想教你都不知道怎麼教 所以現在我還看到 某幾位的老師傅還會教人 其實真的很開心 很感動 說真的 我經常覺得 過了一段時間就會消失了 但你成為一個文化是不會消失的 大家覺得香港木工是一件事 香港木工就是香港木工 我自己覺得木工是很悶很悶很悶 如果多學生那一期 每天都會見到一個人 你平日午餐時間下去都會開心 見到人 更慘越趕越慘 阿Ken現在主要做一對一的木工教學 月入四五萬 一半拿來交Studio的租金 這裏三十九元三送和有飲品 重點我又不是特別吃難吃的東西 所以便會選一些便宜 簡單生活已經入血 一個月花三千元已經很好 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 黑色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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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剛剛看到我整套 就是黑衣服 綠色褲 這是我一年365天都會穿的 我自己所謂的工作服 現在總共有十件 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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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客才穿牛仔褲 好像找到人在那間店鋪有折的時候 就一次過買 很真實 你要去做那件事 其實你要的藉口 是可以零 繼續 繼續 你多留一點 不用那麼近 好恐怖 Sharon是Ken的木工學生 學了兩年 目標是用入筍 整齊七八尺家裏的所有傢俬 屋內有的東西 我也想製造 全屋的傢俬 例如電視櫃、鞋櫃 之前製造了屏風 還有書架、書桌 兩年? 如果要完成的話 應該要多兩年 入筍我覺得是因為傳統的東西 不是很想沒有 我覺得香港是簡單、直接一點 偏向多一點日台系的感覺 老實問我花了多少錢 應該超過十萬 應該超過十萬 但我覺得走少少的一步 就已經可以 如何維持到整個香港 叫香港 很假的 平時也有 不可以 台風山竹之前 基本上所有香港打風塌木 公園、工業廢木都送去堆田區 Roy不想這樣 用超過一百萬買了芥木機 在工廠回收和開本地樹木 去年在粉嶺山竹 還租多了一個倉 做大它 我們叫制裁 制裁就是把原材料 變成一些可以用到的材料 這板其實全部都是之前馬寶稿農場收地的時候 村民種植的果樹 這個就是龍眼樹 這個就是滷酒 就是平時辟邪 滷酒葉那些 就有些酸酸微微 皮很厚 這枝就是芒果樹 可能是做碗、杯、筷子 通常我都會用香味去分自己喜歡的程度 可能芒果是有一點點甜味的 台灣相思我形容是踩屎的味道 是臭的 香章樹那些棵都是香章樹 最大我可以收到一百二十cm直徑 很強的張露的味道 好像在切一堆一萬十雷噸 會醃眼的 不過即使是收木那位 對香港木的知識也一般 天天都有驚喜 有一次是出事很厲害 有人收回政府的木 最初牠的木儲存不好 車到樓下 在車場我已經跟牠說 你這裏應該是生了白的 那麥大千玫 用九隻木來 六隻大三隻小 我開了六隻大的 開了一刀一地都是 我嚇到黏了 就是現在放在垃圾桶的位置 搬的時候 一拿到面子那層 一掉落地 就整堆又白蟻又蟑螂 到處走 我用膠板 臨時搭遍了棺材 丟起滅蟲炸彈 試試炸死它 但是發現炸死了蟑螂 炸死了鹽蛇 就炸不死白蟻 很危險的 整個廠都咬了 我就能夠收皮 有些說真的它又控制不了 香港解決的問題就是 要麼就解決問題的人 要麼就把問題推給人 看看誰做誰下家的事 喜歡解決問題的人 應該是窮得混蛋 因為你浪費很多錢去解決問題 他幫忙做過T Park 皇后山公園裡的長燈 還有故宮博物館裡的一些層設 收樹這部分 很大程度比我覺得我還存在 如果當日香港沒有這些人去做的話 那些事不會繼續發生 我一棵樹 你刨出來的那些層 切剩那些頭頭尾尾 樹皮 你可以去連結不同類型的人 大部份這些都是全實木 即是沒有任何化學成份的木稅 比其他人不長 我看到這裡爆倉 那些木太多了 我總之不要那些素材出來 看看有沒有人要 然後有很多是做六個缺別的人上來 多多都要 這些就是無端的發現到的新東西 在一個城市 我覺得你總有一些東西 是第一產業要有的 全部做了服務性學業 是不行的 以前工藝界同行魚的國 現在的木藝工作室的大家 有空會聚在一起 搞下你的作品又燒下食物 老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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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會聚在一起 好像是不能夠聚在一起 是可以的 有空會聚在一起 他真的沒有 我怕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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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聚在一起 可以聚在一起 很久 由上來開始已經要無奈 上來一次 看那邊… 看那邊… 因為不吃 有些人吃得正 但有些人吃得正 有些人吃得正 但有些人吃得正好 很聰明 這個簡單… 這個簡單… 留下一次 我還沒幫她留下一次 還有最開心或最感動的 就是大家可能有些不同的項目 大家會很自發性 會問 你需要幫忙嗎 看你最近的項目很像 很絕對 例如一開始 Woy 短期內收了很多棵大樹 然後她一個人 是搞不定 我們自己的朋友 就過去幫忙做義工 有些就在這裡清一下樹葉 我全天都在清樹葉 有些就是全天拿鏈腳 在那裡把頭髮尾尾鋸走 有些就是拿鏟車 或者夾車 然後分開 那件事也是開心的 很悶 很悶 我目光很悶 很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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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班人嘻哈 一晚就很開心 就繼續上路 就是因為這班人 我們平時做事太慶真 對著這班人 對著這班人的動作 都是危險的機器 你拿著刀 那把刀又可以傷害到你的 當然要認真 但是放下了這些工作時候的身份 還是一個目光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話題 我們叫自己的小圈子 但這個小圈子很多 我們經常都說 不是客人要讚發揮 我覺得會進傳得開心些 上個月有70年歷史的 在自技界木廠 延至9月13日清場 市民來上木工班和打卡 他們都約過一齊來探權宿 Roy就來找他交給權宿的回收木 哇 Roy 我們是維吻 維吻 即是他來了 對 他說這幾支木就會瘋了 上次看到尾 絕望 找不到 還沒找到 還有一些 我已經找了三次了 因為他來的量太多了 如果自己沒有了 其實我已經叫做最大把鋸 但我都開不到 剩下那些收完很大的樹 就劈了在這裏 不知道幹什麼 800直徑 這裏呢 這裏應該過了1米 200也有你的頭那麼大 即是很闊 還有對於舊木來說 是差很多年 是 經常都說他不想浪費木 所以就想盡量收到一些 可以收的木回來 做一些project 令到木不用丟 不用碎 這件事已經是一件事 但是他剛剛都說了 以他的能力已經開到最大 都是80cm 之後那些 剛才就說 越闊越珍貴 越珍貴 越珍貴 反而沒有人處理 就丟掉了 本末倒置了 整件事 現在就要做 一天 走一天 好嗎 看一下 要我借位出來 就早點說我自己 好 我都要收拾 啊 我相識阿威威 都是回收 岩灣仔碼頭 木的認識 都有一群年輕人來接客 是好事的 不要說沒有人接客 他們這群年輕人 就是讀寶書 而且智慧很厲害 設計方面 可以慢慢追得上國際 他們想看我做廠 那裡何時要收皮 哦 不是 你不要 每一樣做的 要堅持下去 要堅持 你不堅持下去 就會失去信心 做木這條路就很辛苦 每一樣不行都要自己 要撐下去 不要說 那裡來接客 你明白那邊嗎 我們香港人 是在香港出生的 要香港發展 一定要支持香港人 看著我 很害怕 怎樣 想出去 怎麼會不會塌 真的害怕 神經病 沒事的 會不會捨 沒事的 有而已 那你不知道 我怕慘次 你也害怕 無敵山景 多漂亮 自己是一個很好的行業 就是教育大眾 要多些人認識目工 我們才會有所謂的生意 而且越多人去支持我們 才會越多資源 去做更加多事 如果一般 其實已經是 中了七雙拳 就是沒有了幾架血 工廈的情況 都是一樣的 你拆得一棟 其實你不會再起工廈 只不過 我們最適合的想法 是收皮 但都會做著去想想一步 只可以這樣 沒有其他方法 重建之窗 對 你可以在這裏上 那裏有樓 你可以在這裏上 你可以在這裏上 那裏有樓 你可以在這裏上 這裏適合大喊 我來我去 小利老母 樓格高高高高 我來我去 我去 我去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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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來 你 我來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